有一期的徒孙节目中师父说 有一位老妈妈为孩子跪着念礼佛 他孩子会受不起的 这个是个案吗 因为很多师兄他都是长辈帮助晚辈 或者帮着家人跪在佛台面前念礼佛的 像这个情况呢是这样 你跪在菩萨面前不是为跪孩子 是跪菩萨 应该问题不大 但是如果你一个孩子的业障很大 他自己可以念他不念 你妈妈整天跪在菩萨面前替他忏悔 你就会慢慢的这个孩子就会受不起 听懂了吗 听懂了 好的 感恩师父 你好 你好 毕业